所以你可以看一看答案在这一边 所以你注意看这里有什么问题 刚才我看到一个比较特别的题目 刚才我没有讲到 不过标记你可以改一改的 如果是有什么问题的话 所以第一题刚才讲在上面 你就可以涂了 上面就是如果是直线的话 就涂它右手边 这一题你注意 你不是涂这边罢了 因为你要涂线的右手边 就包括这边 因为线是这一个线 不是那个线 看到吗 线是这一条线 你要涂黑的是它的右手边 再来 再来 这一个小过 小过是下面 对吗 东击 看啊 所以为什么 这一题会不一样呢 它讲大过这么我们不是涂上面 原因是这样 你会看到它x也在左手边 这样它到底是谁大过谁 OK 这个有两个方法的 你可以这样想 因为你看其他题目都是y在前面 有没有 看回去啊 OK你看 你看 y在前面 对吗 OK 这个没有xy的表不一样 你可以直接看了 哦 y在前面 OK 可是呢 这一题是 所以xy都在前面哦 可以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呢 你可以搬一搬 好像平时我们这样搬 把-2y在这边 然后这里有什么东西 -4跟-3x 然后搬过去 然后搬过去 这个是 8 等下 8x-2 搬过去变成除-2的时候 符号要倒转了 OK 我们要全部人除-2 所以 y 就是这样了啦 2 然后加 3 2 OK 就这样 减减加了 所以这边 y变了是小过了 当我们在搬成除法的时候 negative被带着过的时候 符号就要换位 就是大过变小过 小过变大过 这个是form 1的 其实 不懂form 1也是form 2的 OK 所以其实它是小过来的 这一题 你看到吗 OK 不懂我讲什么的话 第二个方法 OK 就是这里教的方法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选择啊 就是刚才 我们的点是这样的 对不对 在哪里 OK 我跟你讲 这个全部人都要看啊 全部人 当你有的人 sk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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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t forward fast forward 到这边的话 大家听啊 OK 这个是左手边 教的一个方法 它是这样的 当我们遇到这种线的时候 其实其中一个方法 是这样 我们不懂 它要我们图哪里 所以假设这里是一个范围 这里是一个范围 到底要图哪里呢 OK 我们可以这样 在左手边 可以选其中一个点 OK 右手边 其中的范围 选其中一个点 我选 当然小一点的好了 对不对 那号码 不要这样大 OK 这个我也是选另外的 我用蓝色 我用 我用 这个啦 这个小一点 OK 等一下你乱了 因为两个全部都是2 OK 我用这个啦 OK 四根减2 这个我就用减2减2 看到吗 哎红色 我要用红色 OK 所以呢 现在是 你用其中一边 其中一个点 来填进这个Persama 看它 是不是左边 大过右边 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 就不是那个范围 如果是 就是那个范围 OK 我先做 左边的范围 就是蓝色 我先做这个点 这个点是什么呢 就是减2 4 对吗 右边的范围 我选择的那一个 是 22来的 OK 来 所以选哪一个 我做错的那一个 给你看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打了 这个啊 前面X后面Y 填下去 说3 X 减2 Y Y是4 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是 大过减4 这个啊 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 大过减4 我们现在 这个是左手边 看到吗 得到的号码 要大过减4 所以你按 考虑的啦 减6 这个是减8 单是减 诶 减14啊 是吗 你看 减14 有没有大过减4 现在是左手边 这个左手边 左手边 有没有大过减4 没有嘞 对不对 这个小过减4嘞 也就是说 这个范围 错了 我们test一下 这个22啊 看一下是不是对的啊 所以22啊 填下去 3 2 减2 2 OK 所以236 减4 答案是2 2是不是大过减4 一样啊 这左手边啊 大过减4哦 对了 就是讲这个范围 对了 你要图的是 这个范围 明白吗 明白吗 就是这样咯 OK 不明白了 重看啊 知道吗 等一下 OK 所以你在它的左边 右边 或是上面 下面 各选一个点 然后来test test到 它确实是 它这个要大过吗 确实是大过 还是小过 就确实是小过 左边跟右边的那一个 它的 好像这个是左边 要小过 右边 negative 你符合到这一个 东西就对了啦 OK 你要选那个点出来 OK 其他的答案 我们可以再check一下 这个直接是上面大过 因为它只有一条线吧 这个直接是上面大过 OK 你可以用该我讲的方法去try 还有这一个 所以你写对了吗 检查一下答案 点点点线的下面 下面就是这一个了啦 这个是左边 左边就是这一个了啦 OK 这个是大过 在上面吗 大过啊 OK 这个不是左边 这上面下面 知道吗 所以这个属于下面 因为它是写线嘛 这个写线嘛 大过就是 上面的话就是写大过 这样咯 OK 可以吗 这三题啊 OK 所以这些有多一个横啊 因为它是实线啊 这个是虚线点点点的线 就不用多一个横 所以写线的话 你就看咯 上面 下面 下面就写小过 OK 这个属于下面 是不是 这个是上面吗 下面小过 这个是上面吗 上面下面 它在上面吗 就写大过 OK 就是这样罢了 然后我们再看 6.2 我不要写 OK 我要跳一下 因为Fone 5的呢 我们很快会上回你们的课了 说这个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复习来的 我要顺便给Fone 5的看一看 诶 这么好 我在修答案了 OK 这一边啊 6.2 我会跳一下 就是那个上面 下面啊 我们就可以做这个的题目了 这个啊 你看啊 OK 所以等一下你们做这个part 它讲 Lorex跟Rantau Yang memuaskan System Ketak Saman Linear Brigood Shade the region 你要找到一个区域 会满足它给的三个 Ketak Saman 它会给你三句东西 三个东西啊 三句 Ketak Saman 就是三个 In Equality 看啊 豆号那边啊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OK 这是一个 有三个 就讲它给你的表 有三条线的 其实 一条线 两条线 三条线 OK 注意看啊 第一条线 Y等 其实它是Y等于X加E来的 看清楚在哪里 Y等于X加E是哪个啊 是这一个对不对 这是第一条线啊 看到吗 就讲这条线是Y等于X加E 我们要大过 看到哦 大过这里的符号 有吗 大过就是讲在它上面 这条线的上面 看我的笔在干嘛 上面是这里啊 所以你要想象啊 看到吗 这里 上面 这条线的上面 OK 这些完全不用画 这个在头脑想的 你画就是这样罢了 OK 第二个 这条线在哪里啊 Y等于-2X-5 就是这条罢 在哪里有看到吗 第二条线这个 Y等于-2X-5 这是第二条线 就是这条线 这条线 有吗 OK 这条线它要大过 大过在哪里 在上面 上面就是这边啊 这条线的上面这边啊 看到吗 OK 第三条线 Y等于5线 这个是Y等于5的线 这一条线啊 然后它要小过 小过就是下面 它的下面 下面 下面 OK 现在这三个图在你的头脑 刚才是 你看啊 看这边 这条线的上面 对吗 然后这条线的 也是上面 就是这边 还有这条线的下面 看到吗 所以满足到三个的 就只有中间 就只有 中间 这一个 部分 你就图这里罢了 就是这样 OK 你看到吗 它秀给你看这个图 这是步骤给你看的罢了 你不用这样画的 你直接头脑想了 就画出来 到底是哪一个范围 能满足到三个 的需求 这样罢了 OK 所以你去做一下 这一个 下面的题目啊 我看一下 这边 ABC罢了 OK 这里也是有 不要先 ABC罢了 这一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要版的 不用先 OK啊 就这样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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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